在石门区的浅华国校上学期末时期的摇烤摇洛城 而这学期孩子们石农教育课都可以做摇烤披萨 不过还不够老师们还希望丰富石农教育的课程 要用自己种的香草以及瓜果 因此在教师备课当中也决定要动手自己打起往事 而钢骨结构完成之后 教师们看着自己搭建的往事也都有了满满的成就感 石门区前华国校校内有茶园以及一座温室 这个学期教师们想要将作物内容再扩大 因此在教师的石农教育备科当中 决定要活化茶园与温室之间的杂草地 打造新的往事种瓜果 邀请到石门的农事达人陈国志来带着教师们一起动手作 从铺黑布到钢骨结构都要自己来搭建 而往事的工程也在教师分工合作中来开始 然后刚好今天下午大家老师有空共同来完成这一座瓜 现在是雏形已经出来了 然后到时候上面这个还要再往直再下去 然后旁边再种下南瓜或是像有一种葡萄 葫芦形的葡萄 然后我的个想是说以后可以叫毕业班 他们种下瓜来这边写字 然后当毕业典礼的时候就可以把一个瓜带回去 原本在教室中拿粉笔教学的老师们纷纷拿起工具 铁锤锤下钢管做基础 还有砂轮机聚钢管也要自己来 而砂轮机转动喷出阵阵火光也不畏惧 很快的架构都架好 只插铺上网子就完成 而教师们也是满满的成就感 然后旁边这里现在有黄土这个区块 到时候还要再来种一些香草植物 结合到他们摇烤披萨里面去做披萨用的 然后刚好旁边又是一个往事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一个环境 一个很好一个食用教育地 我们今天由那个国志老师呢来带领我们 我们这边呢事实上是要种一个香草园 还有一个瓜藤的布道 所以在大家的就是全体老师的合作之下呢 我们就亲自的把一根一根的那个杆子呢 把它搭起来了 非常的辛苦 可是大家就是完成之后 大家心里面非常的高兴 清华国家校长表示 教室里上学期末打造了新的摇烤炉 而这学期开始孩子们的食农教育 多了摇烤披萨的课程 为了要丰富摇烤披萨以及课程内容 决定要加重瓜果以及香草植物 而现在往事完成 除了老师获得成就 孩子们也将会有新的教学场域可以使用 记者烙平函时日门采访报道